一年快乐 老年前代 还有几天才是农历春节 不过五福社区已经充满浓浓的年节气氛 跟着年位十足的音乐节奏 不停摇晃手中的尸头 由五福富佑小朋友组成的半年队伍 穿梭在社区的大街小巷超级吸睛 很努力的新年新气象 很趣的 很赞的就对了 这样才有过年的气氛 对对对对 才有成 前制作业我们就是有让孩子做自己 属于自己的狮子头 看每一个的狮子头都很有特色 也都很可爱 然后呢学习我们中国重要的礼仪 跟长辈以及跟亲戚朋友拜年 然后学习这个拜年的礼仪 跟祝福的话 为这家小朋友对传统年节的认识 幼稚园就将农历过年融入课程中 除了课堂上的教学之外 实际体验也很重要 因此老师特地带学生到社区采接 让小朋友学习如何向长辈拜年 因为外国有圣诞节报家音 那想我们在五福啊可以社区拜年 能够实际应用在生活上跟过年期间 这样他们可以得一个大红包哦 会很开心 觉得很高兴很有那个年味 比较有那个气氛啊 小孩子比较天真哦 活泼可爱 比较有那个年味 台湾迈入小家庭时代 让过去大家族团圆的年节气氛逐渐消失 有些习俗和礼节也慢慢被淡忘 不过教育的意义就在这里 下方希望透过教学将固有的美德传承下去 也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火落起来 这种VT台湾怎么到